第六题 我们观察一下原来的方程式 会发现在a的部分 次方数最小的是a-1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x是2的a-1次方 同样的道理 假设y是2的b次方 然后z是2的c次方 这样的话原本的方程式 就可以化成x2x加上y加上z 会等于24 然后x加上4y加上z 会等于17 接着是x加上y再加上4z 会等于31 接着你可以利用高斯销去法 去解出这个方程式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 x应该是等于9 y应该是等于3分之2 z是等于3分之16 这时候 这个x是2的a-1次方 y呢是2的b次方 z呢是2的c次方 所以你把这三个量 乘在一起的话 右边会得到a2的a-1加b 再加c次方 而左边呢 你会得到32 而这一个是2的5次方 所以这两个指数 a-1加b加c 就会等于5 所以题目要问的 a加b加c 就是6 所以答案是选项4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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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